台北城市路跑賽8號上午結合了特殊奧運執法人員火炬跑 在總統府前盛大開跑 有超過上萬名的跑者為環保永續還有美好生活而跑 也為隨之開展的路跑賽季做暖身 台北城市路跑賽8號上午在總統府前盛大開跑 超過萬名跑者騎上凱道 知名日系集團連續四年贊助台北城市路跑賽 攜手跑者打造綠色路跑 今年12.5K男子組競爭激烈 不少跑班教練都參賽 最終由2022年冠軍曾廷偉以40分22秒率先充現 女子組方面由2021年冠軍湯樂瑜以47分13秒摘下後冠 賽事前10名都可獲得家電獎品 為了響應綠色永續 今年賽事日系集團現場攤位也透過遊戲關卡 讓跑者從生活中實踐綠色行動 記者綜合報導